大家好 我是泡泡 从2024年1月1号开始 这五类人要哭了 为什么呢 因为新年有一系列的新规要实施了 到底是哪五类人 其中有没有你 有的话后果还蛮严重的 第一 喜欢玩无人机的人要哭了 很多人都喜欢玩无人机 比如说自媒体作者 还有一些爱玩航拍的个人 但现在没那么自由了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了 无人驾驶航空气飞行管理载行条例 2024年1月1号起实施 根据新规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气所有者 应当依法进行实名登记 不分类型和重量 民用无人机为实行登记的话 进行飞行活动将为公安机关处罚 所以请拥有无人机的小伙伴们注意了 赶紧实名登记并报公安机关备案 另外 飞行器的飞行范围和高度 也有了明确规定 比如说微型轻型无人机 在真高120米以下 是非空域可以自由飞行 无需申请 那么真高120米以上空域就需要提出申请 违反本条例的话 可以处200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2000以上 2万以下的罚款 第二 开私家车的人要哭了 开私家车的人最怕被查酒驾 2024年1月1号起 将要实行酒驾新标准 新标准更严格 也更准确 更科学 对于驾驶员血液当中 乙醇含量的限制更加严格 开车前要特别注意选择食物 有些食物可能会导致你被酒驾的风险 比如说一些水果 像荔枝 榴莲 波罗蜜 龙眼 葡萄干 羊梅等含糖分高的水果 可能让吃它们的人被酒驾 并且越成熟 放置的时间越久 乙醇含量越高 吃完之后 酒精会残留在你的口腔里面 还有芙乳酒酿等日常发酵类的食品 食用之后也容易中招 还有一些点心 比如说提拉米苏 蛋黄派 瑞士卷 酒心巧合力 如果开车前吃过以上食物 那么请注意休息15到30分钟 再开车上路 开车之前用清水漱口 否则你被抓到酒驾的话 你真的要哭了 第三 养大型犬的人要哭了 不少人喜欢养狗 而且喜欢养那种大型的狗类 日前成都市农业农村局 成都市公安局发布了 现养区进养犬类种目录 和大型犬标准的通告 通告自2024年1月1号开始实施 公布了成都市进养犬的品类目录 大型犬标准 其中公布了进养犬品种是35种 大型犬的身高在65厘米以上 也就是说 站立的时候 从肩部最高垂直到地面的距离65厘米 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定将会被处罚的很厉害 那么成都实行之后 接下来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应该也会实行 第四 骑电动车的人要哭了 电动车成为了人们首选的出行交通工具 但是随着数量的激增 电动车的很多问题也凸显出来 所以各地开始严格的管理电动车 从2024年1月1号起 电动车载营新规 涉及到部分车辆禁止上路 这一次二轮三轮四轮车都在范围内 比方说违规的老年代步车在北京 就不得上路行驶 不得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停放 比如浙江集中淘汰了超标的电动车 1月1日起 若再发现超标车上路 将会直接扣车强制报废 再比如说广东对电动自行车的上路时间和区域 做了限制部分路段限制使用电动自行车 部分路段允许分时上路 第五房产黑中介 北京市房地产经济机构 住房租赁企业备案管理 暂行办法刚刚发布了 在北京中介机构除了要取得营业执照 还要在住建部门备案 才是正规的中介 所以是否有备案资质 是大家选择靠谱中介 规避黑中介首要注意的 而且这个备案也不是谁都可以的 是有一定的资格标准的 除了要有固定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 同时要建立房源核验 身份查验 档案保存 安全保障 人员管理 投诉处理 定期检查等内部管理制度 以杜绝虚假房源等违规行为 而且失信的被执行人也不能备案 好 以上就是1月1号开始要哭的五类人 希望这五类人好好地看一下 你们了解了吗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